南韩综艺节目两天一夜第四季虽历经演员金轩虎负面新闻的退出考验 2021年底依旧是观众选出最爱的节目 固定班底努力带给观众欢乐内容 毅力不摇地撑在岗位上 随着迎来2022新的一年 节目25日也正式宣布找到新成员 人气男演员罗仁友确定接下金轩虎的位置 两天一夜25日官宣 罗仁友将以新成员的身份加入节目 他过去透过哲人王后 月声之将戏剧展现自身魅力 也因此被节目组相向制作人认证 罗仁友的加入就是为了替节目注入新的活力 带来呆傻以及精力充沛的MZ世代综艺人的面貌 似乎可以期待一下他透过多样的魅力带给观众笑声 制作人盼望观众期待一下罗仁友的表现 且他年仅27岁若加入团队将是年纪最小的老麻 也会让两天一夜现成员的年龄顺序改变 六人之间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令人非常期待 1994年的罗仁友于2015年踏入戏剧圈 多年来默默耕耘 直到2020年出演哲人王后痴情堂兄一角 才受到观众注目 而他后来亦不容辞带打月声之江主角 更是让业界人士刮目相看 这次就火加入两天一夜 消息普公开店引起关注